我是跟着肃狗宫的人来的 自然没有机会偷听你们说话 不过现在看来 我来得正是时候 是因为江家除岁的事情 是 我的后母说动了父亲 想请太补令来家中除岁 我想此事并不寻常 仅凭他一人之力 并不能说动太补令合谋 我思来想去 我得罪过又能管辖太补令的 只有婉宁长公主一人 太补令管辖宫廷挪记 事关皇家 如今令头他主 肃国公 你岂能坐视不管 聪明 肃国公这是答应了 说说你的要求 帮我找个擅长口计 且会赋予之人 仅此而已 对 好 多谢 就不打扰肃国公了 我先告辞 阿黎 你方才说什么 什么 你方才说 与我有利 所以不算冒犯 我知道我欠肃国公太多了 心里有些慌 找个理由搪塞自己一下 我以前想着 我欠你的事 一样一样还给你 现在算算 已经还不起了 别还了 那你就亏了 亏得起 我出来京城的时候 是孤身一人 如今 身边有了爹田 也有了一群患难与共的朋友 阿赵 我是不是很有福气 可我 你可孤身一人 俊儿 就不会有人被我牵连 同安 明晚 你可怜 我 你怎么办 你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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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 你可怜 我 你可怜 你可怜 我 你可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是将我当作你的故人了 你既然如此笃定 那为何当初要在狱前跟长公主唱反调呢 其实你心里应当最清楚 我 是当朝中书令太师千金江离 并非你那声名狼藉的王妻 就算我和她当真长的相似又能如何 既然如此 你为何非要进我所管的借贷团 我身边的丫鬟为了护我而死 我和她亲如姐妹 我难过 我伤心 我多日无法自拔 我就想在那高鹏满座的汇盟大会上热闹一场 有错吗 若是沈学士 执意要驳回我的明天 还请你不要将 你对王妻的情愫施加在我身上 而是重新找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理由 否则旁人看来 会觉得你问心有愧 有没有你接不上的词 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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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太阳出来了 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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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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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一句啊 你说速克公司在审我吗 有一点生气 因为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 结果 不是扫行 对结果结果他还在问他非要 我还是在逼他哈 我不管我都逼他 对你不管你是在逼他 就你想的是我我都开了这个口